中国官方发声撑保交楼 中国监管部门据悉考虑给烂尾楼业主 有一个还贷款的缓冲期 说银行将会暂时各自针对烂尾楼业主暂停支付贷款的司法追逃 为什么内地现在看到业主说会威胁不交钱 会有一个这么大的关注 因为内地的信用系统制度会说如果你真的不交贷款 对你的生活是很大的冲击 甚至高铁也买不到或者机票也买不到 所以如果业主有这样的行动 即使我影响到自己的信用 我都要不交这个还款的时候 其实大家会觉得事件是很大的 所以当局无论是银保监或是地方政府 其实现在出招就好像只是疏离或是化解这个问题 刚才那一节朱sir就说了 长远来说看到内房中央又不支持 还有债价又这么急跌 你就不看好的 但是现在短期看到就是各方面都用力去救这个行业 而昨天又看到相关行业的股份又真的有一个反弹 有一些很想做一些短线操作的投资者 真的想买卖这个板块 你觉得现在可不可以仲博有一个升幅呢 还是说这个风险实在太大 你觉得值博率是零的呢 我可以分几个层面去说 首先是针对股民直接最关心买还是不买 这个问题之前 我再想抒发多个见解 就是近日是政府的政策 我先说一个结论 对于政策我当然是不败了 因为我觉得这个很影响整体的银行的营运 或者整体的合约精神 我们叫做合约精神 因为其实在我自己心目中 我觉得就是你买了一层楼 老实说的层楼还没交付 你本身要供 老实说你不是说全世界所有国家都是这样的 你在香港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你留花来的嘛 你留花当然要供的 所以在这样一个角度 我会觉得一样东西就是 其实本身这个行为 集体是我们说的 广东话叫做发烂宅 而是大家集体不攻 本身已经是有为一个合约精神 用来做 你民众可以为合约精神 不如说你这样说 我机构也可以为合约精神 所以这个行为本身是不对的 我明白我们很惨 但是问题是惨还是惨 合约的精神是很重要的 我还可以说 我做事 朱朱sir做事很辛苦 我精神很受折磨 然后我不还了 这样 这样行不行 在香港就说我不放过朱朱sir 内地又放过所有人 为什么这么有趣呢 这是第一样东西 而第二样东西就是说 刚才说过 说政府是给它缓冲 我会听到我会不败 因为很简单 我联想幻想的事件 我不知道会不会这样的情况 我幻想就是说 如果你是准许他们暂缓的 那会衍生一个什么问题呢 第一就是 其他民众不是仿效 他们听到旁边的楼盘 这个只要发烂炸就可以了 那我就发烂炸了 理得它是不是烂炸 是不是都发烂炸了 其实是可以蔓延到 民族可能会误解到 就算原来不烂炸 烂不烂炸 是不是都吵了 出张A4纸就可以了 出张申诉书 贴在外面 原来就搞定了 其实你这样搞的话 不会越搞越乱了 甚至是有机会将这件事 就是我将事件团想 因为未必是事实来的 还是我怀疑 是有可能会将这件事扩散 我觉得会令到 这么多民众 是出了A4纸发烂炸 这个我觉得是 联想到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 其实你这样的话 就是叫银行吃死猫 就是叫银行这个 因为你暂门 所以之前的银行都会跌 所以内人都会跌 所以你如果这样的话 这件事 你现在银行怎么升呢 因为银行就更加升不了 我觉得市场 不会如民众那样的直觉 因为民众的直觉就是 搞定了 天干了 总之他一出好消息 就觉得天干了 因为他见到国家跌了很多 所以他会将 我会形容民众的心理学 是有机会将好的事情 扩大一百四十万倍 但是将差的事情 他会说 以反应 以反应 以派先 这个我觉得不是一个 是纯粹为自己 就是坦然是为自己 想借那一条声的私欲 这个欲念 而不是跟这件事客观 是进行一个讨论 所以我觉得 整体的政策里面 我觉得你这样做 其实是综合地风险大 既违约 是为了合约精神 而可能甚至令民众更加发烂 更加扩大一件事 而且对银行是即时的 那些反应是马上出现 而你也会见到 很现实骨感 就是说昨天升完之后 你已经出了一个线 你看看现在的报价机 有没有那只内房升 你看到它不升 你看到它也倒跌 现在 所以也体现到 去到股民现实的角度 就是说你买不买内房 或者是物馆 我只可以软转说 就是说 如果你要博的话 正常应该只是考虑物馆 因为物馆始终都有它的余程价值 但是你也要明白一件事 就是当内房公司一跌 如果连绵地跌 其实物馆公司也是会跌的 最好也要设置 第一是设置选位 第二就是说 我会觉得很禁忌一样的 因为初本相对高低位 我给不了你 我不是神仙 我只可以给一个真正的推荐 就是说宁愿是跌下来 跌到好像很痛 或者地球灭亡 那时候跟你说世界末日 那时候你就注意一点点 去反弹 俗称是 主义术语就是左侧交易与右侧交易之争 就一定是左侧交易的 就是说抄底 抄底就是左侧 最高的叫右侧 我们最精练的术语 变了就是说 其实你看到碧桂园近期 其实碧桂园 好像碧桂园服务一样 你用回近这半年的图 自己心知肚明 逢是高追的话 没有一秒有好日子过 这个全部都是输到你 这个 但是倒翻转 是跌了10-8支阴烛 灭世阴烛之后 然后你一买 博去反达 他就反弹可能10% 或者最近反弹20-30% 所以在一个左侧与右侧之争 去做物管股 就是一定要宁愿是左侧 捞完 就设置指示 然后就不要在那里喊 不要在那里叫 这个你有的股价自己走 这个是向下10% 还是向上15% 你只能这样系统性博 一高追的话 输了就一定会被人笑的 是的 如果大家真的 很想做这些 这么短线 或者这么波动的操作 就可以参考一下 朱sir给大家的策略 我们再度准复 我来看看 谁总的 这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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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 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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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和R&G